用你们的平安 感谢神 让我们每一天思想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 今天我们来看以福所书6章15-16节 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我们晓得鞋子它就是保护我们的脚 使得我们脚不至于因为在路上的石头 或是尖锐的物品使得我们的脚受伤 那我们的鞋子也能够让我们能够走得更远 走得更稳 那么在古时士兵上战场的时候 他要穿上鞋 而这种鞋它是以厚的皮作为前底 还有铁制的鞋尖 所以这个是征战的时候特制的鞋 那这个鞋不但有保护脚铁制的鞋尖 士兵能够走得更快更稳 在战场上也能够活动得更灵活 我们可以思想我们行走在这个世上 我们其实踩在地上都会沾染污秽 那么道路崎岖 如果我们赤脚走也很容易受伤 我们要预备什么才能够保守 我们在这世上行走 能够不沾染污秽 能够保护我们不受伤呢 圣经就告诉我们就是平安的福音 那平安的福音是什么呢 我们晓得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而得着平安的应许 得着从神来的救恩这样的福音 但是这样的福音 其实它需要更深的了解 就是这是一个与神和好的福音 是拆毁一切隔断的墙的福音 是基督生命真理的福音 是天国的福音 是我们的生命要与主联合的福音 我们认识到这些福音的内涵 才能够帮助我们稳行在高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福音的认识 只是建立在我信靠神 所以神应许我有平安 那我祷告上帝就要把平安放到我的里面 却没有去思想进入到这个福音的内涵 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 这使我们能够平安的实质 也就是我们真正的与神的关系 能够重新的连结 真正的在生命里面能够建立基督的生命 真正的在我们里面能够成为有力量的 就像一福所书第六章前面告诉我们的 就是我们要能够站稳 能够做刚强的人 刚强的人 也就是使我们生命里面有力量 能够得着平安 而这个平安的源头 就是我们对于福音真实的认识 那么我们对福音需要有更深的理解 在我们产生任何行动以前 我们要以基督的道来查验 我们所要行的道路 我们要让自己能够进入 或者是说活在一个平安的福音里面 我们也要让自己能够传递这福音 所以这个福音它既是一个宣告平安的福音 也是一个实质上 使我们生命里面得着平安力量的福音 那么当我们去传递这个福音的时候 这也是常常让我们自己能够进到 或者说能够得着这平安福音的一个 非常重要美好的路径 那么基督的福音 它也是使人能够和睦的福音 因为当我们认识基督的福音 我们就晓得我们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我们是要将我们的老我与主同定死 当人愿意将自己的老我与主同定死的时刻 那么在生活当中 其实与人的冲突点应该就会越来越减少 并且也会有从神来的智慧 知道怎么样子去面对 应对每一个神摆在我们身边的人 有爱的力量能够改变改善每一个关系 使得我们能够与人越来越和睦 越来越美好 所以这个以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 这是保护自己的属灵军装 那另外一个保护自己的属灵军装呢 就是信德 那么信德就是信心 这个藤牌他所说的就是盾牌 那它能够使我们抵御一切恶者的火箭 那恶者的火箭就是一切的谎言控告 让我们心生疑惑 沮丧灰心 或者使我们退后的种种的话语 或是种种错误的心思 那有些火箭呢 是直接出现在我们心里面的 那有些时候 则是透过我们的失败 使得我们产生对自己的控告 那么有些呢 则是从别人来的话语 但是我们都要晓得 无论这些话语 表面上的来源为何 那么实际上 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为 是出于恶者对我们的攻击 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解 是帮助我们不要把矛头针对 那些攻击你的人 而是要以对神的信心 来对自己的心说话 我们要向自己的心宣告真理 宣告神的心意 宣告神掌权 那当然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面对任何的话语 或是面对任何出现在我们里面的心思 我们要把它转化成为 对自己生命有益处的养分 人对于我们的批评 我们确实可以把它视为恶者的火箭 但是在此同时 我们也可以以信心 让自己能够去认识到 这个别人话语当中 对我们有益处的部分 使我们的心能够回归真理 使我们能够调整改变 也就是我们领受这些话语 对我们产生的正面的效益 那靠着信德的藤牌 将负面的效应灭尽 因为我们也晓得 在圣经里面 其实神透过环境来对我们说话 透过人来对我们说话 甚至于是透过我们的仇敌 对我们说话 圣经里面甚至于有 透过驢子来对人说话的 这样子的记载 我们如果晓得 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晓得神掌管万有 所有的一切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 都不是突然的 或许可以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对我们是一个挑战 或许是使得我们显明我们生命的景况 让我们能够来赞美神 不论如何我们知道 这是出于神 但是我们以从神而来的军装 就是这个信德的藤牌 能够将恶者的火箭 他所要产生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切负名的效应能够灭尽 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 而我们的生命改变 我们就能够让神的旨意 运行在我们的里面 使得我们的命运能够改变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对于属灵军装 有更深刻的认识 也能够知道怎么样子去运用它 使得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在每一个事件当中 我们都得着从神来的祝福 祝大家有美好一天 愿主圣灵与每一位同在 谢谢大家